台軍如果有抓到殲-20 早就公布了 台軍的防衛部門已經多次的公布 大陸的各類型的戰機 那麼穿越台海中線 不管是殲-10 殲-11 然後甚至預警機空警500 然後甚至反潛機 它所有的甚至架次 飛行的路線全部都有公布 但是問題就在於 為什麼從來沒有公布這個殲-20 這個殲-20在雷達上的話 這個是一個不得了的情報 不得了的訊息 它怎麼可能會不公布 而且它等於是告訴全世界說 你的隱形戰機 在我台軍來說的話根本不隱形 因為我有能力抓到 等到大陸公布了以後 它才說我們也有抓到 那是胡扯 然後又開始說 因為這是機密 我不會講 你一旦它能夠飛到了你的海岸線 它能夠用肉眼看見你的海岸線 那是二三十公里 二三十公里是很近的 那個戰鬥機來說的話 一分鐘的路 所以你看 F-35飛進中國的東海岸的海岸線 殲-20就去進行攔截 所以彼此之間有拍下照片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中國大陸抓得到 這個F-35隱身戰機 然後還派空中預警機 做資源作戰 所以美國才說 中國的飛行員對於殲-20的掌控 飛行技術飛得非常好 那他們也很清楚的知道 他被發現了 以民進黨那麼喜歡吹噓的來說的話 他們抓到這個機會 怎麼可能不公布 他如果有看到不能說 就表示他已經進了某些設備 不想讓大陸知道的 這是一種可能 第二個就是賴教授 比我專業的多了 就是說他有沒有可能忽影忽現 看到一個非常小的點 所以沒有把握能夠跟進 這個就是所謂好像有東西進來 可是我不能確定 賴教授大概就把他等同於 你根本就沒抓到 可能是一個很小的點 如果真的是可以完全掌握 那裡大可飛機飛上去 然後拍照片 這個是最徹底的抓到 那顯然是沒有到這個程度 如果殲-20戰鬥機 可以真的飛那麼近 那未來還有更可怕的 如果是隱形轟炸機也可以比照辦理 那對台灣來講就是極大的威脅 那個雷達打出去的電波 所以他的塗料很重要 還有他的截角的設計的很重要 然後一般來說在 那個雷達幕上會出現的是那個小點 因為他的截角變小了以後 會出現那個小點 然後那個小點呢 基本上來說跟我們一般來講 雷達在空中所偵測到的鳥 是很接近的 所以他們一般來講就不太 就是說我是一個通訊兵 雷達兵 我在那邊看著雷達的時候 我不太確定它到底是飛機 還是小鳥 設計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因為 殲-20飛的高 殲-20可以飛到大概20公里 F-35飛的比較矮 殲-20飛的比較高 而殲-20是重型機 那麼F-35是輕型機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殲-20的戰力 比這個F-35還要強 因為殲-20的作戰的速度 可以到2馬赫 而F-35大概只有到1.6馬赫左右 所以你看一個飛得高飛得快 然後它的電站系統看得遠 一般我們會覺得 殲-20是比較優於F-35 但是因為美國 當初殲-20是針對F-22來設計的 但是由於美國的F-22設計錯誤 他們已經不能夠再改 所以它才停產 因為 我